据说将鞭炮丢进毛坑就会雨露均沾 但如果将它丢进马桶并冲进下水道 一旦鞭炮发生爆炸 附近的马桶都会使尿崩发 因为马桶连接的排污系统都是相通的 所以爆炸的压力会将使尿崩出来 可这种做法真的可行吗 留言组为了体验被喷一脸的感觉 他们决定用马桶进行喷泉测试 但在这之前他们需要进行小规模实验 看爆炸的压力能否让马桶产生喷泉效果 于是亚当将泡沫打磨成马桶形态的模具 然后灌入石膏制作出等比例的马桶模型 同时将模型的侧面做成了透明设计 以便观察使尿喷发的过程 然后他们给每个马桶安装了下水管道 并且将三根管道汇总在一根排污管上 这样就模拟出了现实中的排污系统 而为了方便鞭炮在不同位置爆炸的情况 亚当在管路中预留了多个投放接口 但由于房东不允许使用大小便和鞭炮测试 所以吉米用气泵打造了一个空气泡 而它能完美模拟出爆炸时产生的压力波 接下来亚当将染色的洗脚水倒入三个马桶中 等空气泡安装在管道投放接口上之后 吉米按下了开炮的按钮 这时马桶内的液体在强大的压力下瞬间喷射出来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空气泡释放的压力被均匀分散在三个马桶 之后他们又更换了不同的连接口 结果马桶内的水同样瞬间四处喷射 但还并没有流言中的夸张效果 为了让屎尿喷得更高 亚当直接堵住了排污系统的出口 并且在马桶中加入更多的水 以便增大管道内的压力 而这次的马桶水果然喷射得更高 差点就见了两人一嘴 想象一下要是谁家的马桶这样喷发 应该会是史无前例的壮观景象 显然这次的小型测试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在现实中会不会出现屎尿喷发的情况呢 接下来他们用真正的马桶展开了测试 于是他们在市场挑选了有点味道的二手马桶 并带着马桶来到了爆炸试验场 首先他们将金属管道连接成标准的排污系统 然后在机器的帮助下 他们根据流盐中的场景将三个马桶安装在管道上方 这样完整的厕所就搭建好了 而在正式实验之前 亚当拿出一枚流盐中同款的樱桃鞭炮放入水杯中 因为这种鞭炮自带防水引信 所以它能在水中正常引爆 但由于使用真实的屎尿进行实验可能会违规限量 所以他们用凯利的洗澡水进行代替 首次测试他们让鞭炮在排污管道的中间引爆 等安装好点火线路之后 他们在安全位置开始引爆 随着倒计时归零 几米按下的点火按钮 这时所有马桶都被炸碎跳了起来 但并没有出现流盐中喷射的场景 之后通过查看高速相机他们发现 爆炸时水先是从马桶底部的连接处喷射出来 这就意味着是因为水流速度过快 导致马桶与管道的连接处承受不住冲击力 于是他们重新换上新的马桶 并用螺栓进行了加固 同时将爆炸点移到了排污口的底端 以此来减少水对马桶的冲击 但当他们重新引爆鞭炮时 三个马桶却再次被炸飞起来 虽然没能出现流盐中 屎尿满天飞的壮观场景 但不得不说在马桶里放鞭炮真的很刺激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将枪管折弯后还能正常发射 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就曾设计出一款弯管步枪 可这样射出的子弹不会炸开枪管吗 流盐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尼决定将手上的这把步枪进行改造 看白弯后的枪管能否正常发射子弹 于是他们来到了射击实验场 并把步枪固定在台面上 然后将弹道凝胶摆放在枪口的正前方 而首先进行的是直线射击的对照实验 看在正常枪管下子弹的出塘速度是多少 等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吉尼在防爆门后拉下了开枪的绳索 这时子弹迅速穿透了凝胶 并且在撞击玻璃后反弹再次击中凝胶 而高速相机计算得到子弹出塘速度为370亿米每秒 这种情况下击中人体一定会造成致命伤 可将枪管弯曲后又会怎么样呢 为了让枪管重新塑形 吉尼搞来了一台烧烤炉子 而它拥有五个饼丸喷气嘴 能瞬间将食物加热到几千度 之后亚当把拆下的枪管放入炉腔内 等加热到红热状态时 他们将枪管掰弯到了45度 紧接着迅速泡在水中进行脆火 因为这样才能保持之前的物理强度 然后亚当重新安装好枪管 并再次开始了测试 而当吉米拉动绳索的瞬间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子弹依然正常射出并击中了凝胶后的防弹玻璃 同时速度也达到了345米每秒 这样的威力只比直线射击衰减了7% 如果打在了哪个粉丝身上 绝对会有一点点疼 那如果继续增加枪管弯曲程度 子弹还能成功发射吗 于是他们将枪管弯折成了90度 如果这样还能成功发射子弹 那将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墙后偷袭敌人了 等亚当将枪支固定在支架上之后 他们继续抠动了扳机 这次子弹再次贯穿了凝胶块 并且子弹的出膛速度 依然达到了343米每秒 而这与弯曲45度时几乎一致 难道弯曲的枪管 真的不会阻碍子弹的前进吗 这时吉米认为 当弯曲超过90度时 子弹将不能发射 因为子弹的出膛方向已激发时背离 并且他还发现当枪管弯曲时 子弹出膛后几厘米就开始摇摆 这就说明弯曲的枪管 严重影响了子弹的稳定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最终他们直接将枪管弯曲到了180度 如果这次还能成功射出 子弹将会首先击中自己 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随着吉米的用力一拉 子弹奇迹般再次击穿了凝胶块 同时速度依然保持在每秒297米 而这样的子弹如果打在了我身上 我绝对一生都不会坑 所以即使枪管弯曲了180度 射出的子弹依然能造成致命伤害 据说古朝鲜发明了一种远程火箭 他们一次性将200只火箭发射至450米远 并且在击中敌人后会发生爆炸 可这到底是他们一迎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事呢 为此刘烟祖决定亲自打造这样的火箭 于是托瑞用竹竿做成了舰体 然后在舰头和舰尾分别安装尖锥和鸡毛 而格兰则往硬直管内填装了黑色火药 并用纸包裹固定在舰体上 之后他们来到一处空旷的田地 为了测试火箭的发射距离 他们用泡沫假人在450米处的地方做好了标记 然后托瑞点燃了火箭的引线 可这时火箭不但没有飞向天空 反而原地发生了爆炸 托瑞猜测可能是田装的火药不够紧 于是他们改进了火箭的制作方式 并用锤子将火药敲打警示 等重新制作好火箭之后 他们再次点火进行了测试 当引信被全部烧完 火箭果然向前冲了出去 但最终只落在了260米远的位置 而为了让火箭飞得更远 格兰将两个火箭串联绑在一起 做成了二级火箭 也许这样就能让飞行距离翻倍了 等托瑞重新点燃引信 这次火箭直接冲上了云霄 并且在500米远的上空发生了爆炸 可它爆炸又能否对敌人造成致命伤害呢 为了测试火箭的杀伤力 格兰将火箭直接插进捡来的猪屁股上 然后以远程控制的方式点燃了引线 随着一声爆炸 猪屁股竟然直接被炸开了一道口子 显然如果是从远处射进了敌人的体内 这样的爆炸威力肯定会造成致命伤害 有了理论的支撑后 刘延祖开始制作火箭车 目光出生的托瑞很快就按照图片做出了仿真体 可它真能一次性发射200只火箭吗 下面他们来到了爆破场开始正式实验 并在450米外安排了50个泡沫甲人 看200只火箭能给敌人造成多大伤亡 而为了让所有火箭同时发射 他们将全部引线连接在一起 等所有人躲在了安全位置之后 格兰点燃了火箭引线 随着一串串火蛇喷出 200只火箭陆续发射了出去 并在目标区域形成了火箭弹幕 虽然最终并没有命中任何一个假人 但如果面对的是敌人的千军万马 只要火箭的数量足够多 那一定能击中敌军中的倒霉鬼 据说如果不小心从万米高空掉下来 只要钻进碰碰球里就会毫发无伤 并且在电影飞鹰计划中 成龙大哥为了躲避土著人的追杀 他躲进碰碰球后从悬崖上一跃而下 最终成功死里逃生 因为碰碰球的巨大表面积会降低人的下落速度 并且在落地时也会像安全气囊一样起到缓冲作用 可这样从高空掉下来真的不会摔死吗 为了验证这种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通过关系搞来了两架直升机 并决定将志愿者粉丝从致命高空丢下 然后对比有无碰碰球时的受伤情况 但由于找不到铁粉自愿尝试这次实验 他们只能请来了假人老兄 同时为了测量落地时受到的撞击力大小 吉米在假人头上粘贴了50个巨的震荡感应贴 而胸部则贴上了100个巨的 一旦在实验中发现感应贴断裂 就说明人会当场开袭 之后他们将老兄请上了直升机 并用绳子固定以防止意外掉落 然后吉米在目标地面做好了标记 首先进行的是没有碰碰球保护的对照实验 等飞机到达300米高度时 亚当对准标记位置丢下了一个沙包 确认将落地点没有偏差后 亚当割断了老兄的安全绳 然后一脚将它踹了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由落体加速 老兄狠狠砸在了地面上 而通过高速相机计算 假人落地时的时速达到了193公里 并且身上所有震荡感应贴全部断裂 显然要是哪个倒霉鬼被这样丢下来 一定会死得很惨 那如果有碰碰球的保护 假人又会不会幸存下来呢 接下来留言组将假人塞进了碰碰球中 然后连接上飞机的吊绳 并且在绳子上安装了自动释放装置 当碰碰球达到300米的位置时 亚当立即释放了绳索 这时碰碰球直接从高空 以90公里的时速掉落下来 再经过几次回弹后成功落在了地面 看起来这次老兄的情况要好很多 可虽然落地的速度不到之前的一半 但经过检查他们发现 假人身上所有震荡贴纸全部断裂 显然碰碰球的缓冲 还是没能挽救老兄的生命 亚当认为如果往里面填充满气泡膜 也许假人就能死里逃生 可事实真的会这样吗 之后他们将假人塞进碰碰球后 继续往里面装满了气泡膜 然而当他们再次进行释放时 这次碰碰球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多次回弹 反而在强大的冲击力下 球体竟然直接破裂了 导致里面的气泡膜散落一地 并且假人身上的震荡感应贴 也显示老兄再次当场开戏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完全就是扯淡的 大家千万不要轻易模仿 据说二战时有个大聪明物将鱼雷射向了玉米加工厂 爆炸的热能将玉米全部炸成了爆米花 并且在电影《东莫村》中也有类似的镜头 朝鲜士兵将手雷丢进了粮仓里 然后就有了爆米花漫天飞舞的壮观景象 可爆炸的热能真能制作爆米花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扯淡 托瑞偷偷将粉丝家的煤气罐顺了出来 并决定将它引爆来制作爆米花 而凯莉则弄来了一些玉米粒 用锡纸包好后放在了气瓶上 但由于煤气罐并不容易发生爆炸 所以托瑞决定用一公斤C4进行引爆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在安全位置按下了引爆按钮 随着一声巨响 爆炸掀起了巨大火球 可产生的热量真能让玉米爆开花吗 之后他们通过查看现场时发现 虽然玉米被炸的满地都是 但压根没有一颗爆开 可见用爆炸做爆米花的说法有些扯淡 而格兰认为可能是因为爆炸持续的时间不够 才导致热量不足以爆开花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案 因为在之前的爆炸实验中他们发现 奶精的火球持续时间是最长的 所以他们又从奶茶店弄来一桶不要钱的奶精 并将它和玉米粒混合灌入炮筒中 等托瑞放置好点火引信后 他们再次按下了引爆按钮 这时奶精包裹着玉米瞬间喷发出来 然后在空中爆燃化成一团火球 并且从远处可以看到很多玉米着了火 貌似这次真的能吃到奶香味的爆米花了 然而等他们走过去才发现 尽管地上的玉米依然还在冒烟 但还是没有任何玉米爆开花 为了找到实验失败的主要原因 最终他们只能请教拥有半年经验的爆米花大师 而大师表示 玉米只有在232摄氏度下持续加热一分钟 才能膨胀成爆米花 显然爆炸的瞬间热能是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 所以如果大家想自己做爆米花 这个方法你们就不用去尝试了 据说有个老六做饭时油锅升起了明火 慌忙之下他将一杯水到净油锅里 结果发生了爆燃并且火焰达到了九米高 可着火的油加水真有这么大威力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族本想借用邻居的厨房进行爆燃实验 但却遭到无情的拒绝 于是他们只能来到消防演练中心 因为这里可以明目张胆地实施纵闻 首先亚当利用云梯在墙上安装了九米高的标尺 以便在实验的时候测量爆燃火焰的高度 而吉里则在平底锅里倒满了不要钱的菜籽油 同时将会用热敏传感器检测油温 一旦油锅被加热着火后 他们就会倾倒上方的水杯 看爆燃的火球究竟能有多高 之后吉里打开了火炉的开关 传感器显示油温迅速上升 并且很快冒出了氢烟 当温度达到340摄氏度时 油锅内开始燃起了明火 在这里郑重提醒一下大家 接下来的危险动作千万不要模仿 此时亚当拉动了释放水杯的绳索 油锅瞬间爆燃喷出巨大火球 虽然火焰高度只有6米高 但如果此时旁边有个倒霉鬼的话 估计已经变成了烤乳猪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壮观的景象 是因为水在遇到热油变成水蒸气时 体积会瞬间增大上千倍 并带着油从锅中喷出来 这样就形成了恐怖的火球 而为了让火球更加猛烈 他们改用了燃点更高的花生油 这次油锅达到450摄氏度才开始燃烧 而当亚当再次将水倒入时 这次的火球明显大了很多 相比留言中的9米还有些差距 最后他们用美味营养又健康的猪油进行了测试 可这次的结果不但没有达到之前的高度 而且残留在锅中的火焰很难灭掉 所以大家在炒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他们决定改变油水的比例 看这样能否制造更大的火球 于是他们决定先在防爆室进行小型测试 等他们准备好道具之后 首次尝试的油水比例为8比1 当亚当将水倒入油锅中时 瞬间喷出的火球直冲屋顶 这就导致不能直接测量火焰的高度 随后他们加倍了水的用量 可火球的大小几乎和之前一样 之后他们又继续测试了2比1和1比1的油水比例 却发现四次测试的结果相差并不大 最终两人决定用2比1的油水比例进行大规模实验 下面他们来到鸟不拉屎的锋利发电厂 并在这里搭建了一个简易厨房 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亚当只能用假人进行代替 为防止火势失去控制 消防员已经准备就位 等他们布置好2比1的油和水之后 吉米点燃了油锅下的火炉 同时所有人后撤到安全位置 当油锅中燃气火苗时 吉米立即拉动了释放绳索 而这次火焰轻松超过了9米的高度 可吉米却还想体验更壮观的焰火效果 于是他决定将高汤罐头丢进着火的热油锅里 实验刚开始油锅并没有任何反应 但半分钟后突然发生了剧烈爆炸 翻滚的火球直冲明霄 并在空中形成一朵蘑菇云 所以热油着火非常危险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千万不要随意尝试